禁止废话 中国唯一禁止男人入内的地方 你知道是哪里吗 是四川甘孜白玉县的亚青寺 有三万多名妙龄女子看破红尘 选择在这里出家苦修 如何才能了解到自己所在城市的辐射程度 打开生态环境部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中心的官网 点开环境质量实时数据 就能了解到了 你知道中国有哪四种人 无论犯下什么滔天大罪 都不会被判死刑的吗 年满75周岁的老人 未成年 孕妇 精神病人 日本女性和妇背后的小枕头 是干嘛用的 日本战国时人丁西上 天皇下令取消婚姻制度 以传宗接代为第一目标 让人们把被子披在身上 枕头绑在腰上走上了街头 从而衍生出一批松下 山口 本田等姓氏 日本人最喜欢三国里哪个人物 日本太上皇迈克阿瑟 是如何评价日本的 你越是打败他 他越是愿意为你放下一切 为什么人在非常悲伤的时候 心脏会痛呢 因为人在受到刺激后 会大量分泌而查分案 从而对心肌造成毒性反应 为什么木地附近的植物 都长得那么茂盛 因为人体内的氮气 可以促进植物生产叶绿素 从而让坟头草长得更高耕率 男子巫师狗屎后 长高了十厘米 专家称狗屎中 有一种可以刺激生长的微生物 全球七大恐怖禁地 指的都是哪里 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游乐园 捷克的人谷教堂 西非的巫术市场 墨西哥的娃娃岛 日本的青木圆树海端岛 韩国的昆池炎精神病院 世界三大作死行为都有啥呢 在中国贩毒 在美国逃税 在俄罗斯当人治 为什么女人生的孩子要随男人性 历史上随父性是防止近亲结婚 提高人口质量 其次是捆绑男性承担责任 睡回笼教真的会让人变傻吗 会 因为回笼教会打乱人的睡眠规律 长期睡会导致反应迟钝 记忆力下降 午睡多久最合适 15分钟左右 有的人明明闭着眼睛 却不会撞墙吗 因为环境熟悉 大脑的定位系统没有休息 记得路径 今天来对比一下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含糖量 可口可乐含糖量11.1% 百事可乐含糖量6.9% 古代女子出嫁需要带哪些嫁妆 陪嫁丫鬟 棺材 陪嫁涂测 棺材上头能涨的概率到底有多大 千万分之一 为什么说水银不能碰到黄金 因为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导致黄金会溶解在水银里面 形成一种金属化合物金拱旗 老鼠为什么还叫耗子 因为老鼠消耗粮食 又是生肖之手顾名耗子 为什么在地铁公交上 坐别人坐热的椅子会特别难受 余温作为一种热量标记 可能会触发短暂的越界感 并产生不安 类似动物在自然界会通过气味标记领地 路上的这些摄像头有什么区别 长方形盒子加闪光灯的 是专门抓拍闯红灯压线 美机安全带的 长方形盒子加喇叭型雷达的是测速的 高速上这种方形盒子是抓拍超速的 这种白色球形的是抓拍违章停车的 这种黑色球形的是天网监控 专门抓坏人的